如今汽车已经成为人们出行必不可少的工具 截至目前,成都私家车保有量已经突破450万,位居全国第二 但是您知道成都人为什么这么爱车吗? 百年前,成都的汽车又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成都近一个世纪以来与汽车之间的故事 在这家老爷车博物馆里 三十多辆来自世界各地的老爷车正展示着风华绝代的传奇和经典 成都,是继北京上海之后 中国第三个拥有老爷车博物馆的城市 而说到成都人与汽车的情缘 其实早在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成都档案馆承载着最真实的老成都记忆 从锦匠码头四通八达的水运 到春夕路街头的各色交通工具 其实从民国时期开始 成都就已是一片市井喧嚣 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了 在汽车出现之前 那么成都的话 城区的这些人 他常用的交通工具 当然除了步行以外 交通工具主要还是坐轿子 你看轿证 每个轿证就相当于他的行车证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 你看这些图形 你看有大厦 有老虎 南门是走兽 东门是水果 北门是飞禽 西门是水禽 这些是当年这个当局的话 为了便于轿子这种工具的管理 而想出的一个办法 这一位对老成都历史 如属家珍的人叫姬勇 是成都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在追寻老成都历史的过程中 姬勇发现 旧时的成都不仅扮演着 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的角色 而交通出行的变化 也见证了成都人骨子里 对新鲜事物乐观包容的态度 其实刚一进成都的时候 很多人就很诧异 哇 什么新鲜玩意儿 庞然大物 据说当年 这些车子走水路运过来的时候 在九远桥 来卸货上了案以后 就在汪江公园那个坝子里边 大家好 那就坐坐吧 一坐 跑得比几乎车快 跑得比马车快 很舒坦 后来那行吧 这个看来还可以 那就让它进城吧 就这样 这个汽车就走入成都的大街小巷 1925年 随着川闪公路的建成 成都与汽车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快捷的运输方式 让成都人很快尝到了 现代交通工具带来的甜头 这也让成都成为了少数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就拥有完善交通规则的中国内陆城市之一 随着成渝公路33年的通车 那么这个时候慢慢的话 汽车慢慢就多了 该按红绿灯的按红绿灯 该设置专门的交通警察的 就设置专门的交通警察 这个是当年的交通规则的警察的手势图 那上面你看就是公路局的这个司机的这个镜条 驾驶时不得言语 开车不得超过规定的速度 成都人对汽车的喜爱由来已久 改革开放之后 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成都人开始购买私家车 如今成都私家车保有量已经突破450万 成为了全国私家车保有量第二的城市 四个咕噜的工业化的一个交通工具 它承载的不仅仅是车上的货物和坐车的人 承载的是社会发展的历史 工业时代的产物的东西 我们把它有人有收藏 通过它再来去看到 我们自己再来回望它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工业的发展 和我们城市的发展 和我们每个人的发展 从汽车第一次走进成都人的生活至今 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 回顾这段历史 成都人对汽车的情感 远不止交通工具这么简单 而这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世界顶级名车 已经成为了成都人的藏品 这台车的话其实也应该是 能够进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 这样一个历史的话 因为它是中国常加第一次 代表中国去全球范围之内 最大的这样子一个舞台 参加比赛 当时我们把中国成都那几个字 然后贴在车前面的话 所有人们过来看这都很惊讶 居然还要来自中国成都呢 《老爷车》一词最早出现在 1973年英国出版的一本 《名人与老爷车》的杂志上 一般是指二战前或者更老的汽车 但由于这个词强烈的拟人色彩 他很快成为世界各地汽车爱好者 对经典的古老汽车的统一称谓 如今老爷车的意义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 它作为交通工具的价值 当时我们馆长看了之后 说这台车能不能卖 但是那位常家说是肯定不可能卖 真正意义上热爱气的人 他就说如果看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 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们和他的老婆 和他儿子 和他媳妇 然后做工作 吃饭 喝酒 就说我们劝劝说 我们在中国成都 有一个很好的博物馆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 绝世的孤品 让更多人去欣赏一下 然后最后几天之后 他同意了 在占地近2000平米的 三合老爷车博物馆里 汇集了国内外 30多个知名品牌的 数十辆老爷车 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 劳斯莱斯 派卡德 福特等豪华汽车品牌之外 这里 甚至可以一睹人类历史上 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汽车 奔驰一号的风采 然后大家看看这台车的话 其实是一台 1886年奔驰一号 就是我们知道 整个汽车工业发展史的话 起源就是1886年 然后其实我们聊到 那个卡尔奔驰这个人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其实当时 他的那个初衷非常简单 他就需要设计 发明一款 不用马的马拉车 所以这台车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派卡德 他极品中的极品 1933年 然后超级8 而这台车的话 当时总产量只有6台 因为它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 这样一个双散篷的车身 叫Ducore 然后这台车的话 在2009年 也是去美国原始滩 参加了那个评选 并获得大奖 而这一台是目前 存量最好的 级别最高的这样的一台 在21世纪的今天 老爷车以优雅的个性 屹立在汽车行业 以历史的沉淀 撰写永恒的经典 而在老爷车 风情万种的背后 还有一群 默默为他们付出的 成都汽车匠人 它这些都是用手 一点点的套出来的 这个就是 劳斯莱斯的水箱 刚刚挡不出来的 在这家老爷车博物馆 藏品修复中心内 59岁的魏大刚 正在为一辆 上个世纪20年代的 劳斯莱斯 进行着修复工作 谈到自己与车的缘分 第一次坐车的情景 至今还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是属于 在我们一个亲戚 他看了一个摩托车 山的摩托车坐了一排 那个时候养得不得了 摆了好久 那个时候听到说有红汽车 那个时候就想看得很 最后有一次终于看到 在人民南亚路看到了一排 跟刀跑 今年已经是魏师傅 从事老爷车翻新工作的 第十三个年头了 与如今成熟的汽车售后 服务工厂不同 老爷车年代久远 构造复杂 魏师傅的工作 无法依赖高科技的电脑 毕竟对绝大多数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生产的汽车而言 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需要的是锤子 扳手 以及丰富的经验 老爷车年代 这个花油期可能差不多四五天吧 慢慢打磨 不会枯燥 这个东西打磨起来有意思 当你把那个顶到三才发光的时候 你就要到处宣扬 你看怎么样 这台马刹那里来了以后 也是比较烂 最后发动机时 我们是在大修了 你看 漂亮吧 后头 我们现在这个老爷车 练笔已经练了十多年了 现在也就是说要美观了 也就是说各个细节 都十分美观 也就是说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 所以那肯定还是比较 比较自豪吧 你必定是修了五年车 92年前 成都与汽车有了第一次邂逅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 汽车在成都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 被乐观包容 优雅时尚的成都人 赋予了一种影响生活方式的内涵 这种内涵 不仅缩短了人车之间的距离 也形成了成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爱车 赏车 懂车 成都人用自己的方式 继续谱写着这座城市与汽车的情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都全市 ijk besch兴